各位香港愛好自由的朋友 我穿了這件衣服 是Hong Kong Dark Age 是大舊轉送給我的 這條惡髮 所以我們要從一個很大 就像澳洲有些地區 我要荒刑 我就是 過去 他要放棄 我們有全世界有信仰的人,跟我們站在一邊,對付這班無神論 你不要以為十四億人很多,全世界還有五十多億人跟你對抗 不論是基督教,不論是佛教,不論是清真教,不論是法輪功 我們是有信仰的,我們是有上天幫忙的 所以我今天托人和川普總統講 要求他為我們祈禱,他每天開會之前,開內閣會議之前 都是祈禱的,我要他為香港祈禱,要神保佑我們 要他們所有其他的內閣國員都聽著這句說話 讓他們記住,祈禱的時候,這句說話是總統講的 是他祈禱裏面有的,是他跟神講的,不只是跟我們講 7月1號,我知道很多人都不會上街,完全明白 因為他非常之惡,但是我也認為有少數人會願意抗爭 所以我會想提議一個非常有效,而且代價不是多的一個表達方法 我就是人家,信天主教或基督教的,希望你們帶一本聖經 帶一個十字架,上街,如果你真不怕拉的話,你不要退後,你不要跑 要有記者的時候,向前走,對著警察走 最重要是記者拍到你,如果警察真的要抓你 我又看不出有什麼大罪 這些法律上到庭那裡,留住聖經和十字架 我不覺得有什麼罪 這個鏡頭是全世界人有信仰的人會看到 信清真教的人拿著一本可蘭經 法輪功的會員拿著法輪的圖片 佛教的人拿著佛經或者佛珠 走去他那裡,走去那幫暴警那裡 問他們為什麼你們不相信神 我們不需要跑,我們是正義的 我們是有神的,他是無神的 全世界,西方國家也好,中東國家也好 有信仰的人都站在我們這邊 你們不用怕,怕的應該是他 他那九千萬共產黨員,無神的共產黨員 你看著,全世界的人要自理 上帝在我們這邊 各位,我會留在這裏,一路做到我可以做的 哪裏有用我就會去到哪裏 你們不用怕,我一定要回來治這班人 我不相信我永遠不會回來 沒有可能的,我一定回來跟他們鬥過 你讓我做完這裏,我一定回來香港 我不怕他,我們很多年輕人都不怕他 也許多古怪工人都不怕他 我就會這樣做 我想要有這個機會 要有機會 去祈禱,跟大家一起祈禱 的 是 所有的 事情 Thy kingdom come, Thy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Give us this day our daily bread, and forgive us for our trespasses, as we forgive them the trespasses against us.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and deliver us from evil. For Thine is the kingdom,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forever and ever. Amen. For Thine is the kingdom.